为啥 因为她更可爱 我更爱她 乔欣当众喊话 如果自己适的男人就娶杨子 她究竟有多爱 乔欣看到杨子后 就忍不住化身小妮媚 哪怕杨子只是在一旁说话 乔欣也控制不住对她的迷恋 更是连杨子以后 结婚对象的标准都定好 你真可爱 我打你又可爱了 你要找一个像我一样迷恋你的 你带你那人了 虽然杨子嘴上嫌弃乔欣 但只要这两人有机会 就会在一起贴贴 看来两个人都比较年人才对 当然是因为小猴子的善良男爱 才会惹得乔欣总是想要一个人霸占 而杨子在娱乐圈的人员出奇的好 每拍一部戏都能结交到很多的朋友 大家对杨子的评价也是如出欲者 这可让交友困难的乔欣吃了醋 毕竟坐拥上亿资产的豪门名员乔欣 早就看惯了娱乐圈的能力 因此他十分珍惜 也十分喜欢杨子这个朋友 动不动就要在节目上宣示主权 大家好我是杨子最好的朋友乔欣 括号没有之音谢谢 而杨子也只是在一旁默默地看 只能说乔欣如今的豪门 都是小猴子自己宠妇 而后当乔欣参加一档访谈节目时 面对主持人的提问 也是毫不犹豫地说出 自己最好的朋友就是杨子没有之音 所以你在演艺圈唯一的好朋友 就是杨子女生最好的就是他 天哪你这样讲的时候 如果杨子在别的节目被问说 他在演艺圈最好的女朋友是谁 不是我 他每次都这样说 我有check他每一个方法 看看乔欣这控制不住宣示主权的样子 一定像极了大家身边的某位朋友 而杨子和乔欣之间的感情 从来都是双向奔赴 面对一碗简简单单的面条 杨子也可以对乔欣输出土味情话 这种感觉是我最好吃的 丑丑 丑丑乔欣这嘚瑟的小表情 都快从屏幕中溢出来 两个人都将自己的偏爱给到了对方 做到了友情中的唯一 能够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中寻得一只姐 可见二人皆是性情中人 只能说有时双向奔赴的友情 更能胜过敷衍的爱情 杨子和乔欣的神仙友 简直吊打娱乐圈里的塑料姐妹花 明天 明天